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來了 不好意思 蝦蕉哥哥 你不是要自己開車來嗎 怎麼這麼久啊 而且你看 你怎麼臉上都髒髒的 人算不如天算了 我本來以為自己開車來會比較快 沒想到遇到塞車 在塞車的時候我想說 把車窗按下來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沒想到遇到幾輛烏賊車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而且到的時候 又要找停車位又找不到 太慢了吧 蝦蕉哥哥 我看你還是跟我一樣 都搭乘大眾的交通工具 像是公車啊捷運 又快又省錢 還可以減少環境的污染喔 聽你這麼說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好像是一舉數得耶 沒錯 看來啊我以後要多多利用 公車跟捷運喔 而且啊如果你自己 擁有一台公車的話 感覺更特別喔 什麼 自己坐的公車 沒錯 試著去快樂麻麻木就知道了 GO 還好吧 還好吧 我帶你去洗臉 好方便的公車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面紙盒 然後在它的外面呢 我們包上一層自己喜歡的 粉彩紙的顏色或是色紙也可以喔 包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在它的上面 擱三個洞 對齊的喔 那不一定要一樣大小沒關係 好 那我示範一下怎麼擱 剛剛我已經擱好兩個了 你看喔 像這個洞就是擱出它的三個面 然後呢 另外這面不要割喔 這邊也是 然後把它這樣子 兩邊往裡面折 然後互相的壓緊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呢 上面這兩個都以此類推 然後我們就會得到 三個框框的洞洞了 然後呢 這樣割好之後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像這種瓦楞值 就是有這樣凸起來要進去 凸起來要進去的機喔 然後呢 我們要準備多少的大小呢 就是像它邊邊盒子邊邊一樣 這樣子一面 兩面 三面 四面 總共要有四個面喔 所以呢 你可以在上面這邊呢 割出三個正方形 或是長方形的形狀 然後我們把它割下來拿掉 割掉以後呢 就變成公車邊邊 有三個窗戶的形狀了 然後記得呢 這個比較長的這一面呢 要在前面四分之一的地方 這邊鑽一個洞 好 然後後面四分之一的地方 也鑽一個洞 另外一面也是一樣喔 所以做兩面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兩面公車的邊邊 然後呢 前面的地方呢 就割一個大的洞就好了 像這樣子 那待會呢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邊邊就會全部貼起來了喔 然後我們要在背後 貼上雙面膠帶 像這個樣子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貼的是一個像 做音符號鱼的形狀 上面不要貼喔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 待會我們要來放照片 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三個洞洞的上面都沒有貼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貼上去囉 把雙面膠帶撕掉 然後貼上去 記得喔 貼的時候洞洞呢 我們在盒子的這邊 可以先描好 然後一樣 也要穿兩個洞洞 穿進去 剛愛的大 這樣子呢 待會呢就可以做輪子囉 穿好之後盒子會有出現一樣的地方 有洞洞 貼好之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 就像公車的邊邊喔 有窗戶 前面跟後面 都是有窗戶的喔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準備自己喜歡的照片 或是卡通人物的圖片都可以喔 你看這邊是香蕉狗狗跟水蜜好姐姐的喔 然後呢把它呢 裁成自己喜歡的大小 那這個大小一定要可以放在這個公車 這個車窗的位置 剛剛好 那你看我已經採好差不多的大小 就在桌上這邊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喔 好然後我們再放香蕉哥哥的 一個是 這是誰啊 穿西裝的你 一個是運動版的你 好穿好之後呢 像這樣子 我們每個地方都可以當作相框喔 或是可以放你喜歡卡通人物的照片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公車一定少不了的是輪子 所以呢我們要準備這種厚的珍珠板 然後把它切成圓形 切四個一樣大的大小 然後在中間呢我們都先用竹籤呢 戳一個洞 接著呢我們在它的背面呢 可以包上色紙 然後中間再貼一個圓形的紙片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輪子喔 那四個都一樣 做好之後呢 我們要來把它做成公車的輪子 要怎麼做呢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還有貼一個洞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竹籤呢 長度呢大概就是穿過盒子之後 兩邊還會露出來 像這麼長的大小 好然後呢我們先把它穿過去 沒插到你了 好兩邊都穿過去 兩邊就會露出來 在這個戳好的洞呢 沾一點強力膠 強力接著劑 對不能用熱熔膠 因為這種珍珠板會融化 溫度太高的話 強力接著劑 好沾到洞裡面之後 我們就把它組合起來 這樣就輪子了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做法也是一樣 香水公車 出發囉 好棒喔 好可愛喔 真的 那有輪子 當然還要做方向盤跟車燈喔 這樣夜晚開車才會更明亮 所以呢我們就要拿過來公車 然後呢幫它呢 加裝上那個方向盤 那方向盤呢要有人開才不容易 有發生危險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要再剪一張照片 當作司機先生 然後我就決定呢選了這個 比較滑稽的造型 你說誰滑稽啊 沒有就是香蕉哥哥這一張 好像在開公車的樣子啦 然後呢就用這個Size 剪出一個方向盤的形狀 然後呢把它這邊黏一點 上面膠然後把它黏上去 你要黏在這個瓦刃紙的裡面喔 好 黏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做車燈 車燈怎麼做呢 你看我們就一樣用色紙 剪一個長條形 還有兩個圈圈把它都黏在一起 當作車牌跟車燈 那當然了前後都要有 所以要做兩個 一個黏前面 好 另外一個黏在車尾的地方 好 那這樣子呢都黏好了 我們的25號公車就做好了 歡迎搭乘25號公車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耶 就像小朋友有時候 我們可以搭公車或捷運去上學的時候 也不會塞車 而且呢 而且呢 擁有自己的公車 這上面可以做什麼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什麼 配方玩具 真的 答對了 公車的好處就是可以 載好多好多的東西喔 這樣好方便喔 真的 而且呢 平常我們搭公車呢 真的很方便 除了可以減少那個環境的污染啊 然後呢大家坐公車又很便宜 而且呢就是要鼓勵爸爸媽媽 不要常開車 常開車會有一些廢氣啊 那在小朋友上學又很容易塞車 那可以鼓勵大家一起來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喔 沒錯 像是捷運也可以喔 對啊 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吧 然後待會呢趕快跟著香蕉喔 水蜜桃 一分鐘完創意 出發 又到了一分鐘完創意的時間囉 今天要挑戰的是水蜜桃姐姐 哈哈 就是我啦 水蜜桃姐姐呢 今天準備了很奇怪的東西 兩顆在那裡不知道要幹嘛 這兩顆就是 小籠包 不是啦 是那個海膽啊 有沒有我們吃完剩下它的殼 喔 就是日本料理那個海膽它的殼 沒錯 就是這個海膽 這個也可以拿來做東西喔 當然囉 可以拿來飛舞利用喔 好 那趕快來看一看喔 水蜜桃一分鐘計時開始 好 現在我們今天準備這個兩個海膽 在這個大的這個海膽上端呢 擠上熱熔膠 然後把它比較小的這個黏上去 好 然後呢 在邊邊的地方也擠上熱熔膠 然後把這個牙籤呢 稍微煎在地方折斷 好 然後把它塞進去 一般的牙籤喔 一般的牙籤就可以了 另外一邊也一樣喔 今天的地方折斷 然後在這邊擠上熱熔膠 不能用棉花棒喔 棉花棒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因為你還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好 把它擦進去 擦進去之後呢 把它淋上洞洞鹽 洞洞 一樣 擠兩個點 然後把洞洞鹽放上去 多久 嗯 還有一些時間喔 你都不告訴我 然後在中間的地方呢 擠上熱熔膠 然後呢 我們準備這個辣椒呢 最前端間的部分把它放上去 完成了 耶 我成功了 這什麼 你給我說清楚啊 看不出來嗎 我看不出來啊 是什麼東西 怪人 金高標 金高標 迷路 不是 它是海膽雪人 雪人 雪人的手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它在做體操啊 可是真的有點像小雪人 不過有點被壓扁了 我覺得它比較像小籠包 小籠包人 小籠包人 對啊 因為這上面很像小籠包 有一點點耶 也好可愛喔 對啊 不過呢 把這個海鮮的殼呢 拿出來做這種利用也不錯 對啊 這樣就是一個可愛的擺飾喔 小朋友多做幾個 擺在你的家裡做裝飾 就非常特別 就有一種夏日風情喔 好 那小朋友也別忘記喔 下一次同一時間準時收看我們的 快樂魔法屋 下次見 拜拜 我的刺 那有這個要送你的 大家好 我是香蕉哥哥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鍵 這樣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喔 除了訂閱我們之外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采的節目 也可以看這裡喔